到线11天零确诊破功 今天新增了三例确诊个案 其中有两例都属于彰化民俗信仰群聚传播链 目前已经累计有五人确诊 66岁住在竹山的坛主 6月6号到彰化园林市的神坛参加祭祀活动 回来之后传染给他的女性友人 而彰化新增了一例个案 也是这个民俗信仰群聚感染链的性众 他到神坛去问世染疫 彰化宪服也紧急匡列了66人 并且公布了疫调足迹消毒 县长也表示针对宫庙举办法会 违反相关防疫规定 如果查证属实就会开罚 最重可开罚30万 园林清洁队针对市区这间宗教宫庙神坛 子子兮兮大消毒 因为除了开设神坛的里长夫妻双双确诊外 宗教传播链又再新增三人确诊 住在竹山66岁的坛主 6月初跑到彰化参加祭祀法会 回来传给他的女性友人 之后PCR采检阳性确诊 而另外还包括一名80岁的男性众 也是去神坛问世静坐 最后无症状确诊 目前传播链累积5人确诊 那这两个确诊的个案 我们就比较明显 好可以知道他的传染源 感染源应该是在彰化 而彰化坛主的里长太太 疑似和台北万华的一名姓众 一起参加祭祀活动接触后 还曾北上到龙山寺参加肚龄活动 他在6月11 6月12 也有到龙山寺去参加一个肚龄的活动 所以等于是你的民俗信仰活动圈 实际上每个县市都有他自己的 里长太太回来之后发烧确诊 害得里长也跟着染疫 目前供5人确诊 而现在全国三次警戒还未解封 所有宗教活动都要禁止 针对公庙是否违反防疫相关规定 彰化县长王惠美说查证属实最终将开罚30万元 宗教活动目前是禁止的 如果调查这个属实的话就开罚 由于祭祀活动包括从台北万华苗栗南投等 超过7个县市的信徒都来参加 这也让宗教传播链演变成跨县市的群居感染链 也让南投连续11天零确诊破功 接彰化南投综合报道 接彰化南投综合